1990年 震撼世界的海湾战争 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大响了 美国GB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第一次以武器制导的形式大获成功 在总结报告中 美国人将海湾战争归结为 GBS的胜利 中国与世界都从这场现代战争中 感受到了拥有导航卫星的重要性 1994年2月 一份名为关于印发 双星导航定位系统工程 立项报告的通知 标志着北斗一号 正式上马 这一年 已经65岁的孙家栋 被任命为工程的总设计师 上世纪50年代 曾在苏联学习的孙家栋 便深受俄文版工程控制论的影响 书的作者正是钱学森 当中国开始研制第一颗卫星时 钱学森特意调来孙家栋 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设计师 现在一场新的挑战 开始了 美国和俄罗斯都选择直接建造全球导航系统 一步到位的模式 但早期北斗工程的科研经费 技术基础 人才队伍均十分匮乏 中国必须寻找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 随着实践与摸索的深入 三步走的发展思路逐渐清晰 第一步 北斗一号服务于中国 实现区域性卫星定位零的突破 第二步 北斗二号覆盖亚太地区 实现定位 导航 寿石 通信等综合功能 第三步 北斗三号实现全球组网 服务全世界 从1994年开始 北斗一号从图纸变成真正的卫星 在航天大总体设立的系统组织下 火箭 发射场 测控 运控 运控 等多个分系统先后建立 2000年10月和12月 两颗北斗一号卫星先后进入太空预定轨道 中国 中国成为继美国 俄罗斯之后 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国家 刚刚拥有雏形轮廓的北斗 很快因为一项特殊能 让人们理解它的巨大价值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大地震的震波环绕了地球六圈 天崩碧碟间 汶川 应救等地的通讯瞬间中断 数小时后 一支携带北斗中断的救援队伍 沿着马尔康黑水的317国道 进入汶川 并通过北斗短暴纹技术 将消息传递出来 北斗成为镇局当时唯一的通讯方式 大大加快了救援的效率 北斗一号拥有其他导航系统 没有的短暴纹功能 恰好是因为80年代的双星定位试验 是由通讯卫星完成的 人们发现卫星和用户之间 除了信号联系外 还可以利用有限的通道 传输文字 凭借着北斗短暴纹 海上作业的人们 能够随时向家人报告平安的消息 到2020年 全国七万多条渔船和执法船 正在使用北斗终端 仅在渔业领域 基于北斗卫星 已累计救援一万多人